經過評估 現在有一個雙曲線 它本來在這裡 在零點點 它的雙曲線的話 它的方法是我們叫做 A0s0 加B0y0 等於1 也就是說上面點 這P 最後叫R 好 那我現在的話 把它平移到這邊來 比如說平移到這邊來 這一點的話就是HK 有問題 好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這上面有個點 相對於 這個O點 它是我們叫Prm 也就是說 這個向量叫做R Prm 那這個向量的話呢 因為這一點的話 是由這個圖形移過去 這一點就是R 這個Sy 這R這個向量的話呢 也就是Sy 是這個圖形移過去 這個向量是 這個向量是 是等於那個 大的 大的 大是等於HK 所以我現在是R' R' 這個是等於S' x±y± x±y±是什麼 是這點相對於圓點的作標 對吧 是這點的圓點作標 r 的話是這點相對於中間點的作標 這點相對於中間點的作標就是xy 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大r 加上r這樣子 這是大R是HK 加SY 記住喔 SY是滿足這個方程式的 因為它相對的中心點 它相對中心點的座標是這個 那它是滿足這個方程式的 記住 那我們現在要找什麼呢 找S'跟Y'之間的關係 這是等於H加X K加Y 所以我都得到 S'等於多少呢 X加H Y'等於Y加K 這樣的話 我就得到S等於S'H Y等於Y'K 但是SY滿足這個方程式 然後我就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S'跟Y'之間的關係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A'比方X' X' 'H' 加B'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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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Y'是相對遠點的錯標 X'Y'是相對遠點的錯標 然後把它緩遠 因為我們不喜歡看到'Y' 所以把它緩遠以後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平移以後 雙曲線的標準式 這是減的 加的話就變圓區 推正的方法跟那個什麼 跟團的方法是一樣的 這樣沒問題吧 沒問題啊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那就Y擺在前面 這上面有搞錯 第二點應該是A'Y' 減掉B'是X' 把它改一下 第二點應該是A'Y' 減掉B'是X' 那個是下面這個圖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立體液 記住喔 現在雙曲線C'是等於A'Y' 雙曲線的話是C是最大的 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這V是我們定義出來的 V的話呢 是那個什麼 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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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額軸 公額軸的長 我們是定義成多 這是C比方 減掉M比方 因為我們在計算過程當中 我們呢 發現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都給它開個套 定義一下軸 這個時候就比較短軸了 我們叫共額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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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 �� 從 我們叫共額軸長